明国七十八年第三期 第一天 出生念佛心境调慎 今天 第一天 和大家讲几项念佛的药理 以便七点凌食用 念佛要出声音 不出声音 难得受用 因为不出声音的话 仅仅得一根 而一根最难舍 出声音 舌根 耳根 一根三根之处 尤其是耳根一舍 六根都是 出声音也有方便 你把深的药坐之 或站之 脖子 轻轻碰到你的海清顶上面 这样你的脖子就正了 胸部也正了 把嘴巴要张开 千万不要闭着嘴巴 千万不要闭着嘴巴 声音就自然而然地发出来 不松险 不过分用力 过分用力不酒嗓就压掉了 同时不能吃酒 这些音乐 这个样子就会射你耳根 耳根一舍六根都是 打坐不习惯腿疼的 你可以轻轻放下来 不要惊动别人 总而言的要求你 一心不动 心不可动 念佛心好比知识一样 一只相一只相就这么用功 一只佛奥一只佛奥 轻得轻松 具之如此用功 知之相如此用功 妄想可以不起 心情就轻松 一只相下来修学世界 拜佛静坐和随手按 不管你静坐或者拜佛 总要求念佛心展然不动 眼睛不可乱看 耳朵不可乱听 在念佛当中 当中静坐拜佛 有事情可以处理办事 没有事情不可以处理 先看光景 这样 你的心慢慢地挑顺 讲到挑顺 和大家讲一些 不可以处理 不管快 点过号是快或者慢 不管散散火机 或者用斋的时间 或者灰浸时的时间 或者是肩相地纠正你 一切随顺 一切随顺 如死随随顺 因为面子心就不动 如果心发生得很低 大佛七就是打你的我们 所以一切静要挑顺 你能坐在这边 心就平安 要不然 要不然心生烦恼 不耐烦 记住 千万不要做一个刚强难超的种 佛说 顿道人心 好比挑柔金 七天当中 一切随缘皆好 总教念和心不动 再一点 要知道 共同功德 就是大家 在念佛当中 互为功德 一个声音 要和大家融为一笔 听大家的念佛声 就是听你自己念佛声 这边可以互为功德 不可以说 我修我自己的方法 固然是 你自己能念佛当中的方法 有时候也可得到效果 但是总不如 互为功德的效果 我修不大 念佛当中互为功德 就虽顺 大家的念佛声 何为一笔 举个例子说 一支蜡烛 当然也可以发光 好比说 你一个人修行 也可以得到效果 可是总不如 一百支蜡烛的光 龙为一笔 龙为一笔 乃得大 所以大家要知道 互为功德的作用 青色大师 他的佛心 把人分为三班 一般念佛两般听 这就是互为功德的方法 再有一项 再有一项 大家念佛 心静有如如 虽然 心能聊 聊别与静 但不起无间 心 心和静 不发生阻碍 这样 心和静 没有分别 无分别 成为如如 这个法门 很好 如如就是叫真如 真如又称为法性 又称为佛性 你如果能够心静如如 就显出你自己的佛性来了 所以心了与静 不生无间 这个法 还有一个名字 《波罗经》中说 知法不助法 虽然了知一切法 不助作于法 怎么能不助作呢 虽然知道一切法 是善是恶 是是恶 是是非 但是 不生 贪 痴 痴 安闹 这个法 这个法又有一个名字 分别一切法 不作分别想 分别一切法 心了与静 不作分别一切法 不作分别一切法 就是不生无间 这个样 心疯爱静 静疯爱静 静疯爱静 心静如如 闻死 闻死 入入而修 不久 渐渐渐渐入 入来打死海主 方法 方法 和大家讲 精进 还靠你自己 一只香 一只香 你不妨 用一只香 不要使它空白过去 这一句符号 我们用一只功 再跟着下一只用功 这一只香 我没有用功 下只香 我在用功 每一只香 开始的时候 要把全身力量 振奋起来 这是几个要素 让大家记住 第一个 简单说 就是一声 一名声音 顺利而根 依而根 依而根 顺心 这个就能得收容了 第二个 心静 要调顺 你 不要坚强 你 纠正 你 就我 慢 我 见 声音 声音 声音快了 你先快 声音慢了 你先慢 把刚强 把刚强 难条 我们放下 一切 虽然好 回疗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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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乱讲话 一讲话 散乱心 把你佛气的功德 丧 是尽 不要认为说 我讲这句话 心静 常快 可是你心静 常快的时候 活烧功德 灵 再一讲 就是注意到 心静 碌碌 分别一起 把不做分别想 知法而不住法 心疗于静 可是不胜我见 本此如若而秀 不久如 如来大海中 希望大家 期间 以这个原则用功 现在开始念说 民国七十八年第三期 第二天 愿见弥陀愿生极乐 念佛要求 一心不乱 佛说 十年佛名 一心不乱 记得往生 一心不乱 非常究竟圆满 一心不乱 可是念佛法门 由大方便 使佛大慈悲心 能处 十年佛名 一心念阿弥陀佛名号 念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 一心愿见阿弥陀佛 一心愿生西方极乐 不受其他的愚大念 和感染 这便是 一心不乱入手的功夫 平时 盲中陷中 皆一心不乱入 一心 十年阿弥陀佛名号 一心愿见阿弥陀佛 一心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对苏佛的一切 要认识无常 陌生贪恋心 无论 别人称赞也好 毁谤也好 我按着一心 念阿弥陀佛名号 一心愿见阿弥陀佛 一心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世间 无论所重的事情 都是这个样子 所谓念之在词 是 病痛的时候 不要放呼喊叫 也不要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生身上 总要不忘 十年佛名 求愿往生 愿见阿弥陀佛 别人说 其他的佛 纵然好 我按着念阿弥陀佛 别人说 其他的法门好 我按着求愿往生西方 依此决定心 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信心不坚 愿力不强 不得往生 这是一心不乱入手处 最方便 大家要记住 如果你三心而异 不得往生 不得往生 乎是阿弥陀佛 不慈悲 不介意你 愿你信心不坚 所以一心不乱 下手很容易 可究竟处 非常究竟圆满 所以福德说 念佛法门 心意而正身 我们现在试着说一说 一心不乱究竟处 念佛林浩子 心中无有杂然 称之为无念 以没有杂然心 念佛号 念佛号 至圣恒切 至圣恒切 求见彼陀 至圣恒切 愿受往生 念佛号 称为念 唯有杂然心 称为无念 如此念而无念 不念而念 就会回忆心 所以古德说 所以古德说 清住头雨桌水 桌水不得不清 佛号入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没有杂然心 是自信之提 以心起佛号 是自信之用 这个样 有提其用 用圈归提 有提其用 那个用 就是智德 用圈归提 那种提 那个提 就是断和 自信 清静为提 佛号 充满为用 有提其用 成为 全性其修 用圈归提 成为全修再敬 我们就知道 性秀 不二就是一心不乱 心中 没有杂然灭 成为 不善法不深 心中 佛号充满 成为善法不灭 不善法不深 可以正断德 断德圆满成就 就断六到轮回 善法不灭 究竟处 就是无上佛道 就是佛的智德 所以 一心不乱 究竟圆满 在念佛门中下手处非常简简 佛一大自卫心 一大方便流出 阿弥陀佛经说 善难死善人 称念阿弥陀佛名号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 一心不乱 那 此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欲证圣众 现在起前 前来迎前 此人心不颠倒 记得往生俱乐世界 所以念佛法门 心意而正身 一心不乱 虽然是非常的深 所以深深为妙法 可是从 一圣阿弥陀佛名号当中 就可得到 所以大家念佛的时候 要单提一圣佛号 一心求见阿弥陀佛 一心愿望生希望俱乐 佛妻期间入自永宫 回家以后也入自永宫 不管你读书教书 做生意 教育工作也一有空险 就一心念阿弥陀佛名号 一心愿见历佛 一心修生俱乐 莫让世间法 乱了你的心 知道一切世间法 变得无常的 念佛人处于世间 要虽缘而过 如恶不作 众善奉心 念自在自 不忘彌陀 念佛法门 虽然经常说 临命中心 师称佛号 既得佛生 那是 佛慈悲愿离 大方便 师称佛号 佛生存 蒙佛皆隐 也要有善根的因缘 如果没有善根的因缘 临命中心 不欲善知识 无人诅念 就忘记念佛名 所以 临命中心 十念 固然可以往生 向这种好的因缘 千不得已 所以 要靠大家 平时 用功 宗教的一心不乱 不染世间法 一心成念阿弥陀佛名号 一心 愿见弥陀 一心 修圣西方 入世 具顶心 具现 具顶性 所以 大家记住 一心不乱 功德无量 究竟处就是佛国位 所以 心意正深 入世法门 是方便中的大方便 是约其 入手容易而说 是原顿中的最原顿 是约其正国位而说 希望大家珍重珍重 现在开始念佛 中共宗教的西方 视频 Heute 避免有個多途徑 所以,修生靜徒 必須先定其心 其實我們的心 本來前進 只是被虛妄妄想所燃的事 有六種法,擾亂其心 這六種法都不是時代的,都很妄想 就是見、看見、聽、聞、長、覺處或邪魔 眾生就在這六種法當中 天天紛紛惱亂 其實這六種法都沒有 第一個我們先談戒 所以,緣緣色,生緣石 於是有戒 就是說,緣根 緣根和四成 故鄉因緣 生緣石 那有戒 可是這個劍是沒有需要提的 現在,緣緣根和四成 我原始三十個佛能有劍 這個劍是不在眼根呢? 如果劍在眼根 不緣色塵也可見 我們就知道 劍不在眼根 劍是不是在色塵呢? 如果劍在色塵 如果劍在色塵 應該色塵劍為眼根 劍在色塵 不能說眼根 劍在色塵 不能說眼根 劍在色塵 所以劍也不在色塵 劍是不在眼石呢? 如果沒有眼根 沒有色塵 眼根、眼石怎麼產生呢? 劍在色塵 在講聽 念耳深 在講聽 聲而時 那有聽 靜忍遠耳耳耳根 四生辰 二十三十多多 有听 我们看它在什么地方 如果这个听在耳根 比如打鼓 不能听到鼓声 如果听就在耳根的话 不打鼓也能听见 所以不在耳根 如果这个听在生辰在鼓 应该鼓听的总是我听 如果是不在耳根 也不在生辰在耳时 没有根辰响愿 怎么会有耳时呢 所以听不在根辰是 再讲闻 愿鼻香 生鼻式 还有闻 这个闻不在鼻 如果闻就在鼻的话 没有菜端出来 我也闻得菜香 也不在香尘 如果这个闻在香尘 应该菜自己闻得香 怎么说我闻香 也不在鼻试 如果在鼻试 没有鼻根 没有菜 怎么会产生闻呢 再讲 在讲肠 愿舌胃 生舌是 能有肠 这个肠不在舌根 如果在舌根 如果在舌根的话 我不吃饭 舌根也可以尝 也不在胃尘 如果在胃尘 应该那个饭尝 不是我尝 也不在舌根 也不在舌尘 也不在舌尘 没有舌根 没有饭尽 舌怎么舌呢 再讲 舌的爵族 愿舌族 生舌尘 那也是 平时我和你接舌 这个舌不在我 也不在你 也不在舌尘 如果在我 不和你接舌 怎么会有舌尘 也不在你 如果在你 你不和我接舌 怎么会有舌尘 也不在舌尘 如果在舌尘 没有你 没有我 怎么会有舌尘呢 命令说的是 冤身醋 生舌尘 再讲 意根法 冤意法 生意事 难有想 这个想 不在意 也不在法 也不在事 如果是 在意的 必须有意识 没有法 我也可以想 那我想什么东西 也不在法 如果在法 应该发想 不是我想 离开 意 离开 法 意识不产生 当然也不在事 推上来推上去 都是往前 没有的冬天 没有的冬天 我和里有人说 这个事情 三十颗火 它里面 比如说 剑 颜色 是 三十颗火 就剑 这个不合道理 我们已经知道 颜 没有贱 色 称 没有贱 事 也没有贱 三个都没有贱 呵呵起来变得有贱 不称道理 比如说 你没有贱 我也没有贱 他也没有贱 三个人呵呵起来变得有贱 不称道理 这额后边的油 没贱 的 一道 都是妄想 所生 由于妄想 才燃我们清净心 清净心 本来清净 会进妄想 所燃 何止有人就问我 心本来清净 什么事儿 气得燃呢 如果气燃 怎么成为本来清净 你是无度 妄想不是实在的 你认为的燃之事 清净心本无人 以妄想无名 认为这是人 如果以佛来说 他人贪吃的一切 最后本来清净 众生会去燃心 而见不通之谀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人最乏不容易懂 比如 喜阳观云 我们看到云彩 红 其实云彩没有用 你见空就是你 地球人 在这个角度见空 在那个角度见直 在另外一个角度 有见直 乌云 其实云没有这个颜色 虚妄见 如果你问我 这个云生的时候变得空 这不是虚妄说 它根本没变得虚妄见 所以你问 清净心 何事其然 非为正问 或者有人说 众生是然 佛是静 众生称佛 不是历然 得精 你怎么可以说 无染无净 大家也知道 以真法见直中 无佛无众生 这是愣切经所说的 佛为度 与世众生 密合众生 才假说众生 称佛 其实众生 微称佛是本是佛 一称佛后 憨是佛 好比说 喜阳照是运本白 喜阳为照运汗白 只怪大家 没有哭 我念过 不成贪神 是心自责 清净 你心清净 则复处净 不要认为 你是众生 你所谓 成为众生 这是你迷惑 如果你觉悟的话 微称佛是本是佛 一称佛后 还是佛 清净法界 哪有变了 清净法身佛 哪有变了 所以说 清净法人佛 无处不在 无事不在 大家 如果会得这个道理 认真地念阿弥陀佛 智慧自开 今天会访下我们太多了 现在大家开始念佛 明国七十八年第三期 第四天 新驻一员除灭三藏 大家是一方自己的心 你如果观察你的心 就知道你欺负愿后也没有一秒 北天 早晨 起床以后 观景清净 起座以观察 就观察说你的心 如六水一般 不过这个话 不能和都市里边人说 因为都市里边人差不多 把上午十点钟早晨 所以十点钟一定很紊乱 为什么早晨观察 不下午观察呢 因为下午忙乱一天 心是疲倦 观察不出来 如果你的心 和冤后一样不停 有三种障 第一种是烦恼障 第二种是业障 第三种是暴障 烦恼障 就是贪嗔痴 所谓业障 就是无逆施恶 暴障 就是堕落三图 这三种障 又有个名字 成为祸夜苦 因为烦恼 夜 暴 都张着你胜到成就 所以成为三障 那怎么对质 出灭这三章呢 出灭的办法 心注以缘 心注以缘 以信征连阿弥陀佛 以信求胜 以信求胜 希望结落 不为余杂想 是扰乱 佛有称为 只信一处 作为只信一处 无事不败 或者有人就疑问了 金刚经不说吗 应无所住 你怎么叫心注以缘 那不有所住吗 此人不善诵经 金刚经说 应无所住而生起心 而生起心就是心注以缘 不可断章取义 烦恼夜暴三障出灭 就得成就了 可以往生极落 可以上乘佛道 各位千万注意到 一切法 凡是不能出灭三章的 对你没有利益 不需要学它 什么法 不能出灭三章的 我们现在举一个律文来说 有人学佛 他不吃戒念佛 求生其放 也不诸恶不作 终而奉行自经其 知求神通 他不知道有人得神通 是从修行而来的 若不经修行不得神通 要得神通 也应该精进佛道 认真修行 有神通人 我们应该光敬赞叹 因为他有修行的功德 可是讲起来 神通没有用 他具神通 能令你 父思子孝吗 办不到 他具神通 能令你胸游地宫吗 这个也办不到 他具神通 能令你富富和顺吗 也办不到 他具神通 能令你自卑一切吗 办不到 他具神通 能令你往生西方吗 办不到 他具神通 能令你上乘佛道吗 也办不到 所以我们说 神通没有用 大家应该学的佛法 是能令你父思子孝 胸游地宫 父父和顺 朋友信义 慈悲一切 上乘佛道 如果办不到的 学的干什么用呢 对你毫无利益 他人具有神通 是经过修学这一法了 才发得通 你知旧神通 不重修行 舍本足目 神通不能令人 出灭三丈 我们举一个人 做理论来说 体不大多 具有神通 其大烦恼 可将害佛 复佛身险 打死 华瑟尼 造陷无利罪 结果 堕入地狱 受打哭 他的神通 中有座合用 佛苏可 有佛罗门 具大神通 可以飞天入地 结果他飞在空中 不免一死 入山室 入山室之中 不免一死 苍到大海之中 夜暴 另头 还是不免一死 所以具有那个大神通 不能出灭三丈 还要受烦恼 夜暴的拘束 这些不是根本的 根本在修行 如果修行有了功德 自然发痛 纵然发痛 不可以战战自席 总要知道 这都是无常的路关 佛教众生 不教众生 求神通 诸我不做 众生奉行 自敬其义 是诸佛教 大家确实要认清 不要学一些 或你毫无干涉的事情 还有的人 不求精进佛道 世界念佛 听说有人 具有一点神通 还也欢喜若狂 他们想了 他有神通 或你没有关系 不能是你 除灭烦恼障 夜长暴障 也不能是你 除我不做 众人奉行 自敬其义 有的人 哎 聪明人 做孤独事 找人看 千圣 他不知道 佛说过 若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时 若知来世过 今生做者时 三世因果 皆在当下 所以佛说 一气为心道 有人看前世 有人看前世 看出来说 你前世 是真龙天子 做过皇帝 他 还起的不得了了 回来以后 该卖什么 还要卖什么 该不能往生 还不能往生 我想 我想 好像有一个例子 可以举给大家听 雄光弹光 白货垫 白货 琳琳满目 看着心 痒痒的 颤颤 可是出了白货店以后 还是 金人 雇摸 色 不一空 到 不如回家去 气货 煮饭 把肚子填饱 是实在的 所以 大家 不要迷惑 有用的去学 什么是有用的 世界念佛 领心 住以愿 劝心是佛 劝佛是心 献献就得善报 命中以后 可以往生 西方 或者有人说 心住以愿 是有助 我们应该 不助才对 经上不是说过 不助一切法 则主 阿诺多罗 三明三不提 那个说法 是贵了断念 是无计法 佛说因果法 不说无计法 佛说的一些法 修因正果 因地要是有色业 就入三土 因地行一切善 就成佛道 说无事一位 佛死因地 修善圆满 就成妙觉 如果你只做一切不助 那也不得成佛了 此人也是不善 诵经 他尽情知道 不助一切法 就做阿诺多罗三明三不提 他忘记了 不助一切法 要做阿诺多罗三明三不提 哪是无计呢 所以大家 其天念佛 要知心一处 无事不办 一心念阿弥陀佛 一心求生西方极乐 希望大家 借得成就 不多耽误在这时间 现在开始念佛 民国七十八年第三期 第五天 上品上升 和下品下升 一心求生西方极乐 一心愿阿弥陀佛 有病痛之中 也能做到 虽有病痛 按着一心念佛 一心求生西方 如果病痛之中 能做到 灭灭忠实也能做到 灭灭忠实 按着一心念佛 求生西方 此之谓 无事正念 无事正念即得往生 贪到往生 因为众生根基不同 不得得多 没有差别 往生西方 表发三种心 自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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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称 称灭阿弥陀佛名号 自称求见阿弥陀佛 自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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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往生 还有三种法 要实行 第一个 就是自信佛 补杀 俱足跌行 全世界 大家回去以后 不要杀生 圣人 连 蒼蝉文等 都不忍心 杀斯坦 这是你往生的 因缘 具足跌行 所以,简单说,比如说大家受着八分摘戒, 七天当中让它不犯, 坚持境界。 如果不犯八分摘戒,是往生的增上缘, 第一条,自信不杀,居住界限。 第二条,度诵大乘方等经典。 方等就是大乘, 距离来说,方是方正, 等是平等。 等有广大的意思。 方是正,等是无量。 佛正究竟不为,称之为正辨知。 那就是方等大乘的几国报。 所以,第二条,要读诵大乘方等经典。 如果你不懂大乘方等经典,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棒大乘。 千万不要棒大乘。 毁棒大乘。 恶报很苦。 第三条, 我说,修行六念,法愿放生。 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 念识念戒念天。 所以《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都说, 基督国土微风吹动珠宝杭树提保罗王。 这一条, 最初念佛念法念僧之音声。 和我们修佛国土大不相同。 修佛国土所处的是杀盗音音声。 恶格网语气量舌笔音声。 叛诊识笔音声。 修佛国土, 寿命端粗。 佛说, 入烧水于四游河落。 所以大家要法三种心, 行三种法,求愿往上。 如果你真能法的三种心, 支撑心身心的回向法愿心。 修行三种法, 四心菩萨, 俱逐渐行, 独宗大乘方定幻门经典。 修行六念, 支撑法愿回向往生。 静命中时, 阿弥陀佛与观音师之亲来迎接。 称作金刚胎一刹那种往生西方年华尺中。 到西方以后, 就见阿弥陀佛, 闻法既得无声法人。 如此往生者, 称为上品上生。 上品上生, 到西方, 既得无声法人。 如果, 按照仁王经说, 三千位, 就施毁向, 施主施行施毁向。 初二三地的阴生人, 四五六地的柔顺人, 七八九地的无声法人。 既然经常说, 到哪以后, 既得无声人。 这是证明, 去的时候还没得无声人。 到哪既得无声人, 四五六地菩萨。 所以上品上生, 是四五六地的菩萨。 过着有人说, 这么高的品位, 我办不到。 我这一生, 自己见到起来, 曾经遭过恶业。 曾经犯过沙, 犯过道, 犯过血淫。 这么说的话, 我是否能够往生呢? 不要怕, 有方便, 或有大方便, 也可以往生。 我现在在和大家讲, 下天下生的情形。 《观众无量寿经》上面说, 何有众生做主不善, 做一切不善的善业。 无逆施恶, 犯无逆罪, 施恶皆犯。 无逆生们, 杀父杀母, 杀阿罗汉, 出货神邪, 破贺乎僧。 施恶, 是杀到淫, 恶可忘于其量食, 贪神吃。 喝罪有众生啊, 这些罪都犯。 聚主不善, 同时聚其他的一些不善法。 。 如此于人, 这种人呢, 以恶业故, 应堕恶道, 经历多劫, 受苦无量, 您命忠实于善之时, 教令念佛。 这个念佛在经上意思, 是观想佛。 不要把这个念子, 误作为口念。 以人为谷所必, 不光念佛。 命忠实大苦临头, 被谷所必, 来不及念观想佛了。 善知识于是高能说, 你如果不能念佛者, 可称无量寿佛名号。 念阿摩阿弥陀佛。 这个念都是口念了, 实名念了。 别人以念佛名固, 念念中, 你八十一级生死之罪。 自见金莲花夏天, 自见左金莲花中, 广生西方。 这一辈的人是夏贫夏生。 虽然夏贫夏生, 也相无量落。 慢说是夏贫夏生, 又生在边地, 都相无量落。 也生在七宝殿堂之中。 一切享受和外面的, 莲花吃的众生是一样。 只是不能见佛文法就是了。 所以这些众生, 因为不能见佛文法, 自以为苦。 下边下生的众生, 在莲花中相扶, 经十二大劫。 然后划开见观音世智菩萨。 为他所深深微妙法。 他听了以后, 满心欢喜。 激发阿诺多罗三美三菩提心。 各位清想, 我们造恶业任何人都有。 但是, 总不至于无逆施恶具足吧。 试问大家, 谁杀过父亲, 谁杀过母亲呢? 谁杀过阿拉罕, 舒服神邪呢? 谁博个厚厚僧呢? 这是不容易犯的。 或者有人说, 这个不保险呢? 我今生没犯无逆, 千生说不定犯个无逆来。 可是你要知道, 无逆罪是生报, 不是后报。 就是说, 你命中以后, 救下地, 不能等到来生再下地受报。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讲起来, 如果我们千生犯个无逆, 今生就在地之中了。 拿了安能再得人身, 所以无逆罪我们不容易犯。 是恶, 杀到戏因, 恶口亡气两舌, 叛真是, 你总不会都犯尽了嘛。 所以大家记住, 你命中时, 不是正念, 十念佛明, 求愿见佛, 求愿往生。 这是一种大方殿, 从本世实现佛女佛, 大慈悲心中流出。 我们才得听闻, 才得知道。 也是从, 阿弥陀佛大慈悲心中流出。 大愿望接引我们, 我们才得往生。 今天把, 上品上升和下品下升, 特别合在人家。 如果你条件具足, 争取上品上升。 如果你被恶业所系, 也要不识正念, 十念佛明, 求见弥陀, 求生续发, 记得往生。 现在开始念佛。 民国七十八年第三期, 第六天, 精情念佛随缘敬奋。 精情念佛, 平时要精心, 明明忠实才有用。 所谓精心, 就是, 随缘随力, 记起来就念。 不可以。 不可以, 高兴了, 念得很用功。 不高兴, 就放下了, 一步是岸, 要不得。 念念忠实, 我们业障深重。 我们免不了有病苦。 如果平时不用功, 精心念佛, 念念忠实病苦另头, 就念不起来了。 家里有病, 病重了, 不要起恐怖心。 始终不断佛号, 阿弥陀佛在我身边。 我此时命中, 就得往生起放了。 所以山道和那说, 不得怕死。 平时精心念佛, 平时精心念佛, 很有一个好处。 先是, 修下, 即时用。 免得, 临重手脚忙。 平时精心念佛, 为病重视做准备。 此外, 平时精心念佛, 还有一个好处。 有平时念佛用功的缘故。 西方棉花之中, 西方棉花之中, 棉花就盛开了。 纵然, 命中是不鲜瑞相。 经常说, 命中之后生佛前。 经常说, 命中之后生佛前。 寒有。 寒有。 平时要, 主恶不作众人奉心。 不作主恶, 奉心出善。 我命中是, 没有临终障碍。 大家天天念。 愿我临终无障碍。 如果你主恶不作众人奉心, 哪有障碍呢? 再加上精心念佛, 自然阿弥陀佛愿向你。 平时不要要求。 一切现成百般如意。 这样, 命中之时, 会产生贪恋之年。 贪恋之年一期, 就是大障碍。 如果命中是, 蒙佛皆引, 大家知道, 没有丝毫贪恋, 摔手就走。 令众生起贪恋的是, 亲缘眷属。 我们对一切亲缘眷属, 要敬奋陌生贪恋。 所谓敬奋, 对父母当孝, 对子女当私。 夫妇, 夫妇应该合顺。 这样称为禁奋, 孝是禁人子之分, 死是自禁父母之分。 既然, 既然, 既然让夜暴, 生到缘过来, 就应该尽焚。 但是不可其谈恋心。 知道一切情人眷属 迟早要被离 不可能不被离 我们眼前的情人眷属 好比一台戏 不要看你装父母 我装子女 等两眼一臂命中以后 路同路人 到那个时候 你又不知道谁 去装父母兄弟去了 所以 我既然装父母 就要向父母 尽其尊爱 装子女就要向子女 尽其孝顺 不可胜贪恋心 知道这都是一台戏 所以对好的环境 不要贪恋 不要要求一切现成百般如意 自古到现在 我没看见过 哪一对父母 或哪一对子女 不想必散的 做人子 自然应该报父母尊恩 报父母尊恩 你要知道如何报 上修佛道 上修佛道 一报 秦恩 因为有一句话 一直得到九诸生天 就是真正的报秦恩的 不要求身上没有病苦 有几分病苦 正好是你 艳丽苏婆 艳丽苏婆自然向往西方 可是众生颠倒 正好相反 相往苏婆艳丽西方 我遇到很多人 他说我还年轻 我不能求身西方 我还要做一番事业 我还要取其生死 这鬼人是贪恋缩魄 他不知道 你想创造事业 取其生死 艳丽苏婆是否准学 求生知西方之心不可现代 创造事业 取其生死 也当尽分不可接待 如果只想了一面 放弃往生 万一艳丽苏 一朝令下 一切就完了 所以 平时要精心念佛 早做往生自粮 往生自粮 就是信阿弥陀佛 愿生其方 成念阿弥陀佛名号 至于你取其生子 维持家庭 那不过是装什么 像什么的事 你见了装人的子女 就应该尽人子女之分 不过要知道 那一切 世间一切 皆是不及之物 万般皆下品 唯有往生高 如果今生 不得往生西方 那就万皆难复了 一世组成千古恨 大家既然听到佛法 也知道念佛法门 你千万要爬上这支船来 如果一世大意 一撒手 枯海无边 不相信大家仔细 可以想一想 何着有人认为我 说是志愿 你讲的话太消极了 人怎么能不顾家庭 人怎么能不顾事业 怎么能不顾前途 大家不妨想一想 自古到现在 顾家庭的实调家庭 顾事业的实调事业 顾前途的丧失前途 出在什么地方呢 他对一切生 谈恋心了 他不知道 对家庭 应该岁月尽分 对事业应该顺缘尽分 对前途也应该随缘尽分 可是有一项最重要的 称念阿弥陀佛 求见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举落 这才真正是极物呢 世间 佛期第六天 希望大家不要生心盼着 早回去 要深深体认 一切无常 佛说本来 常乐我静 简单一句话 什么是常乐我静呢 亲见弥陀 往生极乐 希望大家珍重珍重 现在开始念佛 民国七十八年第三期 第七天 修生人罚人 所有世界 成为堪忍 因为所有世界的众生 暗人与堪忍持烦恼 如恶业当中 世事起祸 世事遭业 所以成为堪忍世界 我们缘佛人 处在这堪忍世界当中 应该学忍耐 因为所有世界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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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正有兩種 如初不算說 有生人 法人 生人 眾生人 法人 就是對一切法有人 如果修生人 可以得無量佛 修法人 得無量慧 素不實現的眾生 無作惡事 任人險惡 憑空的遭逐惡業 輕的令人惱惱 毀謗 慘害 聖人言之有打罵之緣 殺害之緣 念佛人對這些都應該忍耐 因為我們生的娑婆 也是惡業造成 所以應當忍耐 對眾生 恭敬供養你 要忍耐 不可以受到恭敬供養 得意忘情 所以要知道那是染污 對情慢 迫害 應該忍耐 甚至打罵 殺害 都應該忍耐 雖然可以得無量佛 佛稱佛 就是忍眾生人求來的 所謂佛是福慧良祖尊 慧是法人求得 福是眾生人求得 再灘了罵人 再灘了罵人 可以得無量慧 說過世界 苦憨苦熱 應該忍 飢餓 貧窮 應該忍 病苦 應該忍 一切不如意的事應該忍 總要做到 諸惡不做眾人放心 說過世界 無著惡事就是如此 要不然又不成為無著惡事了 如果大家 能修到生人 法人 現在可以得到 福慧良祖尊 念佛人如何忍法呢 遇到 這情境 要堅持名號 遇到惡法 惡人不動誠恨心 要想不動誠恨心 就吃阿彌陀佛名號 十數百生 阿彌陀佛名號吃起來 怒火就化為清涼食 但是 還有一點 男眾見女眾 女眾見男眾 陌生貪愛心 那也是眾生人 總要知道 無論男眾 無論女眾 皆是清淨妙法身 看對方 入佛 清淨妙法身 是一真法界 一切眾生的 清淨妙法身 通體 要深圳 要深圳 通體 大悲 不可以互相 貪愛 迴逼此日 慧命 如果对方以言语法来引诱你 要提醒自己惠命第一 不但佛法中如此尽知 世间法也是一样 不被言语法所动的人是大善知识 是大英雄 如果动言语法的人失掉过敏 失掉利益 所以众生人当中 不对众生起贪隐心 法人当中不对言语法投降 这样并可往生 并可称佛 称为大丈夫 修学众生人要学慈悲观 修学法人要修因缘观 对一些众生要起慈悲心 慈者爱念 如母爱死一样 怎么还会有人害对方呢 如母亲爱儿子 时时刻刻不忘 不使他受到破碍 背着迷恋心 明念一切众生 不知祸业是苦之因 众生不知 只顾其祸遭业 一旦落入恶道 大苦难眠 所以对他应该起迷恋心 起爱念心 应该想办法 寿愿度妥度过他 起迷恋心 应该处处逝逝 要想救把他 所以对于众生人 应修慈悲观 我们仔细看一看 一般众生 失可恋 他为了一失快意 遭下恶业 国报成熟 焊虚自受 我们看得见的 一切出生 就是养股 他不宜恶业因缘 不能落入出生道 自己想想 适可怜悯 佛佛菩萨 对这般种人 起大悲心 我们念佛人 也应该对他们 起大悲心 这个样 你可以得无量福 修学法人 要修学因缘观 知道一切法 皆是因缘生 因缘所生法 就是空的 什么原因呢 法以因缘而生 定无自信 好比说 不 是精为现 因缘所生 既然是精为现 因缘所生 不是空的 如果不不空 不必等精为现 支撑 一切因缘所生法 皆是空的 简直到 因缘生法是空 你就不会 在这 罚 起贪爱 起嗔恨 这非大智慧者 才能办到 我们虽不能和大智慧者 相同 我们应该学 大智慧者是佛 我们是众生 可是众生 应该唱 所以 佛学 所以 修 学 法人 要修 因缘观 佛说 施二因缘 是法性 施二因缘 这是空 所以古德讲 劝君 学佛 莫生臣 法中 无我 也无人 比如说 施二因缘 无名 生 行 没有我 没有人 仅仅是无名 生 行 生 事 也没有人 也没有我 如此 刻研下去 生 生 老死 也没有人 也没有我 这个无名 圣行 乃至 生 老死 仅仅是 因缘 因缘 所生 法 我说 即是空 不但 没我 没人 也没有法 不想 因我们 看一看 无名 生 行 没说 生 法 行 生 事 也没说 生 法 乃至 生 生 老死 也没有 生 法 所以说 事 因缘 中 无我 无法 所以 佛说 生 是因缘 生 灭 是因缘 灭 欲 法 无所有 念 佛人 遇到 众生 使你 起热闹 遇到法 令你 起热闹 的 你应该 忍耐 如何 忍耐 法 能 不要受 他 作用 只管 念 阿弥陀佛 七天来 我 大家 说了 不少 闲话 耽误 大家 很多 时间 向我们 接法员 通圣 俱乐佛 在西方 梁花池内 聚会 一起 现在开始念 佛